小瞧了乌克兰 原火炮轰大桥多发命中 赫尔松公投被迫暂停 一开始 许多人以为乌克兰在南部的所谓反攻 也就是个噱头 却没想到俄乌两军在南部前线越打越激烈 就在日前 俄军的战略要道还被乌克兰给炸了 俄军面临的危机可谓是空前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 原本准备好的公投显然也没法办了 据环球网援引美联社报道 乌军再次向位于地涅薄荷上的运输战略通道 安东诺夫卡大桥发动猛烈攻击 这不是乌军第一次向这座桥发动攻势 但确实是打击力度最猛 效果最好的一次 从多段当地居民和俄军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出 乌军的火箭弹多次击中这座水泥建筑的同一位置 现场还爆发出巨大的火焰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随后 火箭还在这座桥上引起了火灾 龙烟在数公里外仍清晰可见 目前很难确认这座桥的具体受损情况如何 但据当地政府介绍 乌军的此轮炮击对该桥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俄任命的赫尔松地区负责人基里尔斯特雷穆索夫表示 目前俄方初步判断该大桥出现了结构性的严重损伤 因此无法再让车辆通行 这意味着 这座大桥作为战略通道的功能 已经随着本次炮击而彻底毁于一旦 对于俄军来说 这座桥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因为它是俄军通过地涅泊河 到达西岸俄军控制区的维尔的通道 同时也是俄军希望建立的 克里米亚乌克兰中部通道的一部分 随着该大桥的严重受损 俄军在地涅泊河西岸的大量部队 将陷入地面上的孤立 物资补给将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俄军正在加紧建造替代用的浮桥 但目前进度仍不乐观 当然俄军也不是毫无作为 据俄国防部介绍 俄军部署在赫尔松的防空力量 仍然卓有成效 据悉 在过去的数天内 俄防空部队挫败了多次 针对俄后方设施进行的远程打击 成功拦截了大约34发火箭弹 缓击落了一架 试图偷袭俄军的乌军直升机 不过总体来看 俄军目前面临的局势仍不太乐观 乌方日前还宣称 自己夺回了位于赫尔松中部地区的 维索科皮利亚小镇 但目前没有任何媒体能独立核实这一消息 但综合多方信息来看 俄军在赫尔松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安全压力 俄任命的赫尔松当局也表示 让该地区加入俄联邦的攻投 因为安全问题 将不得不暂停举行 至于核实重新开始攻投尚未公布 可见 俄乌两军在赫尔松已经是打成了一锅粥 当然乌军能够对俄军构成如此巨大的威胁 主要还是仰仗美国提供的海马斯远程火箭弹系统 此次将安东诺夫卡大桥打成残废的 很可能就是该火箭炮 但需要注意的是 乌克兰无法自行生产该火箭炮的炮弹 因此乌军能发动多少次进攻 取决于美国援助了多少火箭弹 在这种弹药总量有一个上限的情况下 乌克兰能否长时间对俄军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袭击 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但对于俄军来说 其缺乏态势感知和远程打击力量的情况 在此次冲突开始就一直为人诟病 这也是乌军援火能够频频得手的主要原因 就目前来看 乌军似乎没有足够的装甲部队 将俄军在西岸的部队全部吃掉 其主要杀伤还是依赖这些远程火力 但如果这种袭击持续发生 俄军可能也不得不收缩防线 重新整顿部队士气 避免被乌军诈崩心态 美法官同意任命特别专员 审查从特朗普海湖庄园查获的文件 要明白 与完全腐败的联邦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FBI 作斗争时 不但需要勇气 还需要胆识 当地时间9月5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建立的 社交媒体真相平台上 发表了该言论 而在当天稍早前 美国法官同意了特朗普的要求 任命一名特别专员 Special Master 来审查联邦调查局 在海湖庄园中查获的机密文件 但这以前所未有的决定 也将特朗普被抄家问题 带入到了一片法律空白领域 据路透社等报道称 美国佛罗里达南区联邦地区 法院法官艾琳·坎农 Aileen Cannon 5日 批准任命一名特别专员 即所谓的独立第三方律师 以便在敏感案件中 审查涉密材料 防止白宫的一些文件 不被泄露 坎农说 这名特别专员将负责审查 海湖庄园查货物件中 个人物品 文件 以及可能涉及律师 与客户保密特权 或行政特权的材料 此外 他还要求司法部 在刑事调查中 暂停审查这些文件 该决定将至少阻碍 司法部继续进行调查一段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报道还特别点出 坎农是在2020年 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期间 被任命的法官 他要求特朗普的团队 需要在9日前 提交同时具备安全 和法律专业知识的 第三方律师候选人名单 对此 一些法律专家则认为 坎农的命令 存在严重缺陷 前司法部顾问乔纳森 肖部Jonathan Shaw就表示 这不是法院应该做的事情 他说 坎农在这个阶段 阻止司法部审查文件 非常奇怪 此举给予了特朗普 很多特殊待遇 而坎农则在他的裁决声明中 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合理性 即特朗普面临着 被抄家的耻辱 而未来任何基于这些 被没收文件的起诉 都还将对特朗普 造成声誉损害 报道称 尚不清楚 司法部是否会对 坎农的裁决提出上诉 或者应该在什么基础上 提出上诉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安东尼 克利·安森利·康里称 司法部正在研究该决定 并将考虑在诉讼中 采取适当的下一步行动 目前 特朗普团队赞位 就任命特别专员一事 做出回应 但特朗普本人 则在真相平台上发文称 完全腐败的司法部 和联邦调查局 正被外部力量推动着 做出了错误的事情 他认为 在与上述部门作斗争时 不但需要勇气 还需要胆识 与此同时 特朗普还不忘警告 如果美国这种状态 持续下去 那么将彻底沦为 第三世界国家 特朗普庄园搜出最高机密 美政府进行新一轮搜查 搜查时间很微妙 前不久 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的一处庄园 被搜查 FBI从特朗普的住宅里面 抬走了十几个 带有文件的箱子 美国联邦法官 9月2日解封的详细清单中显示 查获物品中包括11000余份政府文件 8月8日 FBI在未向特朗普本人通知的情况下 对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处庄园 进行了突击搜查 FBI给出的理由是 特朗普带走了就任期间的一些机密文件 搜查到最后 FBI从庄园内抬走了十几箱装有文件的箱子 在事情发生后 美国舆论一片哗然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 麦卡西利玛对司法部发出警告 当共和党人夺回众议院时 我们将立即对司法部进行监督 追查事实 不遗余力 而对此事 白宫方面却并未做出任何解释 外界媒体分析称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为了应对特朗普 参加2024年大选采用的手段 这一段时间 内战一词在美国再次被提及 大量美国人指出 民主党利用执法机构的搜查行动 向共和党人宣战 这就是在挑起美国的内战 还有一部分美国人将这次的事件 称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美国军方首脑就发出警告 因为政治斗争 美国军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政治阵营 一旦美国再次发生剧烈的政治割裂 那么军队很有可能 以为政治爆发冲突 一开始面对调查 特朗普还是不以为然的 但是近日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搜查 详细清单显示 查获物品中 包括11000余份政府文件 其中18份被标记为最高机密 54份被标记为机密 31份被标记为保密 还有48个标为机密的空文件夹 当时在特朗普住所被搜查之后 有消息人士透露 特朗普或最高面临30年的监禁 因为特朗普被指控 涉嫌违反美国反间谍法 最高刑期10年 再加上一个妨害司法公正罪名的话 最高20年 如果这两项罪名成立的话 此次美国司法部的举证 将再一次把特朗普的回旋余地给堵死 这样一来 特朗普参加2024年大选的事情 肯定是没戏了 而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 也泡汤了 余生也将在监狱里度过 而另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 在美国司法部公布这一清单之后 FBI国土安全部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 对一些房产进行了搜查 据称 这些房产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寡头维克托 维克塞尔伯格有关 他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 也是美国司法部调查的对象 而且对他启动的调查就在特朗普之后 不由地让人浮想联翩 所以就有美国人指出 这次针对俄罗斯人房产搜查 无论是时间 还是地点都是非常微妙的 看来美国或许还会有更大的一个瓜 现在美国政界好像正在上演一出现实版的纸牌屋 共和党和民主党就看比谁烂得多了 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和下届总统选举预热 这样的精彩事件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离奇 美国掀起惊涛骇浪 拜登向半个国家宣战 特朗普彻底不留情面 据环球网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日 在宾夕反亚州举行的集会上指责美国总统拜登是国家的敌人 此前两天 拜登在一场演讲中发出警告称 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试图破坏美国民主 据悉 拜登在一日的演讲中猛烈抨击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称他们代表的极端主义正在攻击美国民主的根基 拜登战斗性的演讲遭到共和党愤怒回击 称拜登是在分裂 贬低一半美国人 实际上是在向半个国家宣战 并转移民众对自己施政不利的注意力 此外 特朗普还猛烈抨击FBI搜查海湖庄园一事 暗示拜登政府监督了突查行动 据悉 白宫官员此前就曾强调 拜登就美国民主面临的威胁发出警告时 并不是指整个共和党群体 而是指那些以特朗普为榜样的Mega共和党人 有分析称 尽管白宫对外宣称这是一场非竞选活动 但拜登的演讲内容 更像为民主党吹响中期选举的战斗号角 当前距离美国11月中期选举仅剩两个月 民主 共和两党之间越发剑拔弩张 就在拜登当地时间9月1日晚 在演讲中抨击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后 特朗普曾发文回击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对拜登的演讲做出了回应 他先是分享了拜登发表演讲和自己拥抱 并亲吻美国国旗的照片 然后发文称 应该有人缓慢而热情地向拜登解释 美感的意思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如果他不想通过言语 行动和思想让美国再次伟大 他也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 那么他当然不应该代表美利坚和众国 拜登近来加强了对特朗普的批评 但他一日针对特朗普的猛烈攻击 还是让多方感到意外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一日说 试图分裂美国的是拜登 而不是共和党人 他说拜登严重伤害了美国的灵魂 背叛了美国的信任 选择分裂 贬低他的美国同胞 仅仅因为他们不同意他的政策 他呼吁拜登为诽谤数千万美国人 为法西斯分子道歉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丹尼尔说 拜登是美国分裂的罪魁祸首 是民主党当前状态的缩影 他们分裂 厌恶和敌对这个国家一半的人 俄乌冲突关键时刻 中方发声美国作为始作俑者 却成了最大赢家 据《环球网》报道 近期欧洲多国因制裁俄罗斯 而面临能源短缺 不得不远涉重洋高价购买美国天然气 有欧洲媒体评论 美国正在伪装成救世主的样子 通过向欧洲国家出售天然气 攫取巨额利润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月2日指出 这个评论很有道理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经延荡半年有余 事实再次证明 美西方单边制裁解决不了问题 相反 其外溢和反噬效应正如滚雪球般 不断叠加蔓延 赵立坚指出 目前欧美市场天然气价格之差 已达到创纪录的十倍之多 美国商业内幕网披露的数据显示 美国公司每一艘时往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船 可赚取超1亿美元的暴利 很显然 在美国军火商 粮食商纷纷借乌克兰危机大发展争裁之际 美国能源商也没有掉队 搁起了自己盟友国家的韭菜 然而 欧洲老百姓要面对的却是电价飙涨 取暖温度降低 甚至有组织停电等考验 难怪英国前议员加洛维说 正如美国准备好让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最终 他也准备好让欧洲流进最后一滴血 赵立坚强调 美国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 如今却成了隔岸观火 坐收余力的最大赢家 这值得世人思考和警惕 据悉 美国国防部8月24日宣布 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3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 其中就包括6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及与其适配的弹药等 这批武器将由国防部使用国会批准的相关资金向军火企业订购 自2021年1月以来 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总额已超过135亿美元 对此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9月2日表示 俄罗斯警告美国不要采取挑衅性措施 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射程更远和更具破坏性的武器系统 李亚布科夫说 美国对乌克兰局势的介入程度不断加深 这是一种危险趋势 俄罗斯一再警告 当美国供应武器并以其他方式为乌克兰提供直接支持 美国实际上已几乎可以被称为冲突的当事方